大家好 跟大家說個事 我現在在悉尼西北的Abby 這里是悉尼北部的Holmesby 那在下個月10月19號的星期六 這兩個區將會舉行新南威爾士州州議會的補選 而我將登記成為候選人 選擇其中一個區 將選擇其中一個區 作為候選人參加這個議會的選舉 至於是其中哪一個區我為什麽要參選 以及我想怎麽選 今天不太大了 我們回去再說 拜拜 本來是想在室外在選區裏面給大家做這個節目的 但是外面風實在太大了 吹得我頭疼 好 我們首先來給大家講一下 澳大利亞有三級政府 三級的議會也就有三級的選舉 不是那個三級 首先第一級聯邦政府最高的一級 管大事 國防外交移民貿易通訊等等 就是大政方針 最低的一級叫地方政府也叫市政府 管一些老百姓身邊的小事 比如說我這個小片區裏面它的城市的規劃 垃圾的處理 包括這里面的小的道路 停車場圖書館等等這些技術設施 我要競選的是新南威爾士州議級的議員 而州議級的政府和議員管什麽呢 管像教育 學校 是吧 衛生 交通 大陸主幹道 還有像警察等等這樣的部門 澳大利亞在之後的大概半年左右的時間里面 我們就會迎來三場的選舉 首先是這個月大概還有10天之後 就是前面我們講的最小的地方政府市議會的選舉 那到明年又將展開聯邦選舉 就是要考慮我們是不是要換政府了 而在下個月就是我去的這兩個選區 Hornsby和Epping這個選區會展開州選舉的補選 為什麽會有補選呢 就是因為這兩個選區的議員在去年選上了之後 今年出於各種各樣的考慮 可能是家庭 可能是將來的職業發展的走向 有可能是不在州里混了 要去聯邦層面混了是吧 雙雙辭職這兩個議席就空出來了 所以定在下個月的19號的星期六 會重新對這兩個選區進行選舉 好 為什麽我要參加這個選舉呢 原因有很多 但是首先想法剛開始來的時候是一個朋友 他對我的建議 這個朋友不是華人 但是他知道我是這本地做的比較好的一個自媒體 他也看我的節目 他就跟我說這兩個選區你要不要試一下 經常看我節目的朋友都知道 我曾經說到過我現在目前並不打算考慮參與本地的政治 雖然有很多朋友在我這評論說我希望你能夠參選 或者怎麽樣子 在這裏感謝大家 當我聽到這個朋友的建議以後我都想 首先今年是全球的大選年是吧 我跑了全世界很多國家 台灣印度尼西亞印度墨西哥 然後馬上美國選舉了 我可能還會再去美國 目的就是為了全世界各地做選舉的觀察和比較 我始終是站在一個旁觀者 或者說我始終站在一個選民的角度 在看這些選舉 所以這個朋友這麽一說我就想起來了 是為什麽我不站在另外一個角度 就是從一個候選人的角度去做觀察和比較呢 講的多了看的多了是吧 其實我個人也希望能夠親身去加以實踐 說一件事跟做一件事還是不一樣的 不管是這個選舉還是萬一要是選上了以後是吧 從政本身 我們搞政論節目的 如果你其實並沒有一個實際從政的經歷的話 很多時候也只是紙上談兵而已 當然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 咱們這個頻道在談論政治的時候 往往是會退一萬步講 留足空間 不要把話說的太死 其實不瞞您說 我這次參加選舉 還有一個很強的個人原因 我面前有這樣一張紙 這張紙裏面所記錄的內容 是發生在我自己身邊 我自己的家庭里的事情 暫時請容我在這裏賣個關子 我會專門出一集來講這個內容 這也是我這次參選的主要訴求 甚至可能講沒有質疑 我可以透露一點就是跟子女教育有關 我認為這個需要得到改變 而且我相信會得到很多人的 只要你聽懂中文 會得到很多人的共鳴 通過這件事情 我是覺得我在悉尼新南威爾士州 一些重大的政策調整 沒有能夠充分考慮所有群體的訴求 其中就包括像我們這樣講中文的群體 或者說亞裔群體 我不會說我代表華裔代表亞裔 我沒那麼大臉 另外還有一個政治大環境的問題 當時建議我參加選舉的朋友並不是拍腦袋 因為他是長期在本地政治里面是有所了解的 他知道現在在發生某種變化 我們價值觀比較相近 他認為如果這個時候你選擇去參選的話 可能能做到很多很多事情 這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那麼同樣我們會在後面做專輯的節目 為大家介紹現在澳大利亞的新南威爾士州 甚至可能包括其他州 正在發生一個什麼樣的變化 首先我給大家介紹一下這兩個選區 第一個Epping選區 這是一個相當大的選區 我有很多朋友就生活在這個選區 這裡面包括了很多華人聚居的一些城區 比如說像Epping North Epping Telton Telopea Dundas Valley 尤其是Carlingford 這個是華人的重鎮 還有像Beacroft Oakland North Rock North Parmata 還有Eastwood的一部分 也在這個選區里面 我這兒沒有選舉委員會的數據是吧 但是我根據2021年的澳大利亞全國人口普查數據 像剛才我們提到這些區域 像Epping有40.4%的人是華裔 Cullingford28000人也是有40%的是華裔 Eastwood50%是華裔 我個人懷疑Eastwood應該是全澳大利亞華人的比例最高的地方了 另外一個選區 Hornsby選區里面包括了Hornsby Hornsby Heights Varora Montcola Esquith 這些區 華人的比例我看一下基本上在20%左右 沒錯我知道有朋友在嘀咕了是吧 這裡跟大家說一個小知識 澳大利亞的州議員選舉不需要你一定要住在這個所在選區 你只要是18歲以上的澳大利亞的公民 然後你如果能得到一定人的支持 大多數情況下你都能滿足參選的條件 我這裡承諾如果說我競選成功了 我會第一時間舉家搬遷到我的選區 其實這兩個地方碰巧也都是當時我在評估 我們家應該在什麼地方落地深耕的時候 考慮的選項之一 所以我會搬到我的選區跟我的所有的選民們在一起 當然我知道我們的意識形態是各不一樣的 不管是所謂左和右的意識形態 還是說比如說在對於中國政府的態度上 這個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相信我跟你們所有的人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我們都熱愛接納我們這國家澳大利亞 以及接納我們的城市Sydney 中國人叫悉尼 台灣人叫雪梨 不管是悉尼還是雪梨 我們都熱愛這座城市這個國家 我們的子女都出生在這個城市這個國家這個州 我們都希望不管是讓他們我們的子女 還是讓我們這個國家 還是讓我們這個城市都能有更好的未來 而只有一個唯才事舉的環境 才能做到所有這些 而這就是我這次參加這次選舉的主要的驅動力 我選上之後 我會在議會裡面從內部去了解民主政治 我會提出很多的問題 尋找很多的答案 把這些問題和答案都隨時的給大家通報 並且我希望可以通過這次參選幫助更多的人 來參與民主的遊戲 所以這次參選我整個過程 我會在網上不斷的做直播給大家匯報 我是如何登記註冊的 我需要滿足什麼條件才能成為選區的候選人 在選舉過程裡面我應該怎麼做 請什麼人怎麼樣募款怎麼樣去做宣傳 怎麼樣做線上的線下的宣傳 當然這肯定會在我請到的競選經理 真正的行業內部人的幫助下 我們來共同走過這個過程 當選之後我希望可以更好的去參與政策的制定 去更好的直接的征詢民眾的意見 那制定政策以後還需要向各位更好的解釋這個政策 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不那樣做 從而形成一個讓民眾更好的參政議政的這樣一個閉環 好畢竟是兩個選區 我選哪一個 我把決定權會交給你們 如果您是這兩個選區的選民 希望您給我發送相關的消息 不管是在評論裡面 還是通過郵箱跟我取得聯繫 所以說你的期望 你對我是支持還是反對是吧 罵我兩句也沒問題 忠言逆耳 以及您希望如何去參與這個過程 比如說您有沒有想做政治捐款的意向 您有沒有想做志願者的意向 或者您有沒有什麼顧慮 都歡迎您發郵件過來 我會根據這兩個選區的選民的給我的反饋 來決定我在哪一個選區進行競選 所以決定權在您手裡 在我整個參選過程裡面 我也不斷會創造這樣的機會 讓您來決定我的競選該往何處去 最後鄭重其事的在這裡面招納英才 如果您有相關的競選經驗的話 或者說哪怕是您沒有競選經驗是吧 您有其他的經驗 比如說您有媒體製作的經驗 您有人工智能相關的經驗 您有數據分析的經驗 或者您有活動組織的經驗是吧 如果您想加入我們競選團隊的話 也請您發履歷過來多謝多謝 最後跟大家說一點 大家不要覺得我是在白日做夢 其實在最近幾年裡面 全世界各地都在發生選舉的革命 最典型的一個案例 就是在今年的歐洲議會選舉裡面 塞浦路斯有這樣一個網紅 他其實是一個純粹的搞怪的網紅 他最有名的就是他曾經去日本 大家可能看過這個新聞 在新幹線裡面逃票 躲在廁所裡面逃票 然後當時很多人就抨擊他 他自己也道歉了 但就是這樣一個網紅 在塞浦路斯臨時臨時臨刻決定 我要參加這個選舉 他也沒有什麼政治主張 他就是覺得我要試試看 結果真就以第三名的票數選上了 現在真就是成為了歐洲議員 所以這是一個創新爆炸的社交媒體時代 一切皆有可能 我們之前其實幾個朋友 已經做了一個思想的碰撞 我們有非常酷 非常勁爆的點子 可以用一種幾乎前所未有的方式 讓選民看到我們 記住我們 接受我們 投票給我們 所以我的這次參選 無論結果如何 很有可能是某種革新的開始 希望你可以成為這個革新的一部分 就算我是白日做夢 人都要有一點夢想對不對 沒有夢想跟鹹魚 有什麼區別 謝謝